我一直认为这种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是一种认知障碍 它不是性格也不是情绪 这种认知障碍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从小受到教育里面是 女应该主内 男应该主外 就是女人应该回归家庭 女人不应该有太出色 女人不应该在外面太多的抛头露脸 这是一个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就是它从小接触到认知 这种认知已经被强化了 所以形成了一种认知障碍 这种认知障碍会让它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 让你很不开心的那种言论 它和它暴脾其实是两件事情 情绪不受控是情绪不受控的问题 认知障碍是认知障碍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是 情绪不受控这件事情 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但认知障碍这件事情 就是它强烈大男子主义认知障碍这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你能够真正地意识到女人是很厉害的 你能够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很可能 在很多地方是女性做主的 你能够接受这一点 去拓展你的认知边界 你才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他有对你好的一面 是吧 这我相信 那边多经历的事情 我愿意识到你 他有关于我 在我儿? 你都没有事 朋友们 我愿意识到你 勒如你 我愿意识到你 监委 我 你 我愿意识到你 绝对你 你 我愿意识到你 你可以 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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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